以下节目指标解主持人之个人意见,并非等同公众指标 观众有机会因观赏品味有意而产生期望落差 请自行参与坊间风平作出适当的期望管理 好退啊 又到了费说十分钟的时间了 这个节目第一是废的,第二是十分钟,刚刚十分钟就会下班 可以逢星期一都会推出的节目,都是跟各位出席聊聊天 提提大家,我们有章节功能,选择自己想收听的部分收听 我想已经走了,声音都退到趴街了 感谢了听众,难得这么久,感谢听众,然后用把腿声感谢 James说,很久没开直播了,开直播之后就希望滴滴订阅 Leo T说,看了不少教主重新演绎的Flash集数,应该要赴金一下 感谢支持 我们先处决听众,快点吧,今天10分钟下班了 Jason说,看了这个台这么久,现在才有粗口闪入的警告 你真是开玩笑嘛 你神经的,我这个台一直都不说粗口 Leo,他说,我喜欢广东话 请问有没有看过Girl Boss这套剧? Netflix出的作品,好像只有一季被禁止了 我没看啊,好没看啊? Ricky,韜韜,他说,Invincible 真的挺好看,结果都可以,很期待第二季 我还没开啊! String of Things,之前看了第一季 接着看第二季,头几个电影了 我想回不回看好 第二季不用看了,很垃圾的第二季 String of Things,第一季可以,第三季都可以 我预示到他的模式是隔着隔着隔着的 所以接着第四季应该是很硬的 王喜超,他说,新出的Netflix剧《珠比特传奇》 好像没什么重点,不知道在做什么 我自己都是没开的 但美剧人那边,也有反应 总之结论就是,可以省时间,不用怎么看 Sue,他说,教主看过最垃圾的漫改剧是哪一套 厉害了,有一套叫Inhumans 是难看到必看的地步 但我也受不了,这些是惩罚大挑战 究竟可不可以看完整套劇? 而我是看不到的 KY Chan,他说 超特方看细緻,但他什么都赚 連WandaVision都说是神作 那什么都是神作 阿南,他说,超特方声箭都赚到上天,瘋了 打手来的 不是,那我也是打手来的 我打另类的剧 阿南,他说,以前没有关注美国政治 只是会觉得CW的片剧架 但现在看到现实中,他们对民主党的集体盲刺 我才知道原来这帮黑人演员真的疯了 阿三二四,他说 那《The Flash》没了Tom Kavanaugh和Carlos Valdez 之后就已经不会再是《The Flash》 其实现在都已经不像《The Flash》了 阿James说不说《The Flash》 都可以转行说一下LIDAR的分集点评 没有啦 不想开 我反而有点兴趣想做Rick and Morty的分集点评 大家怎么看 《Legends of Tomorrow》的Hitwave 又说第七季会走 又走到元祖角色一集 《Legends of Tomorrow》而已 没所谓啦 他不要走Consentine就可以了 我挺喜欢Consentine 阿Jill说 多得教主介绍 看了《热血丝仔》这部韩剧作品 我超推的 他说真的很好看 不是什么一看就很惊叹的神剧 但是越看越好看那种 金蓝吉真的很帅 有没有发现我每次一读一些留言 每个都说金蓝吉是好帅 是真的好帅的 他不是什么帅子 不是你会看一次就爱上那种 他越看越耐看 和他外形气质 加上性格都会令你觉得超级有型那种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金蓝吉很少做综艺 但你看他的综艺节目是OK的 他有两集的节目 都说他和一班兄弟去旅行 一个叫西伯利亚长征队 一个叫韩国坐船 都好看的 挺有趣的 Tony他说教主 中了剧毒的解救方法 就是找一堆垃圾剥 剥完就会解毒 你一说起 我立刻想起 《秘密的男人》 但是不想看 然后第二套我想起的是 《The Flash》 我发现是没用的 因为你会看完之后 你会觉得 一部电影更加的垃圾 好难顶啊 何时才能看啊 Mouse Bingo说教主中了老师 讀生日文 那他又中了 中中中啊 顶你个费 还有一个星期啊 我又是退到飞起啊 阿謙他说 好辛苦啊 和Mouse有毒的 我中了传说中的剧道 啊 还有一集啊 怎么办啊 我想都很辛苦 今集怎么说 什么想不到啊 我KY说 Mouse是挺好看的 但是 骗观众骗几次都挺可疑 其实是的 其实他有一条大招 是第十多集才爆 但是他在前面头的几集 都已经是反反复复 在Clipfinger 骗了你很多次 那我都习惯了 我是习惯到扯了 我都知道下集不是做那些事情的 但是我都猜不到 他后来都会再扭 扭到我 What the fuck 阿匡 他说 刚刚看到Mouse 在5月10日 会播一个叫做 导演的特别剪輯版 是啊 我稍后可以跟大家 详细一下 究竟这套剧有多少个特别版 有多少个特編 有多少个特編 有多少个画外篇 因为很复杂的 这套剧 不知道为什么会很多这些东西 对了 那就 好 那我们就进入正题 那我们今天的正题就是 台 对了 找些东西去骂一下吧 说一下 未来有什么新剧照片 虽然我自己都 没看 未看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看 对了 但是也跟大家说说 其实Netflix 刚刚有一套 叫做爱死机械人 第二季上架 之前第一季出的时候 我也有看 其实挺好看 它是七至八个很小的故事 其实是一些Animation的短片 可能5分钟一集 或者10分钟一集 不同的团队 不同的风格 纯粹是说一些未来科技 那些美术的风格 那些美术的风格 很有趣的 听闻呢 很有趣的 是你不用不同的Netflix 去看 第一集都是不同的 例如我看爱死机械人 我第一集可能会看故事C 第二集可能是看故事E 但是如果你是用你的计划去看 你可能第一集是故事E 第二集是故事A 它是故事A 它是故意混乱了 那些观众感受 现在就出第二季 我都未开 但是都会看的 因为其实挺容易吃 以及支持一下它们的动画制作 因为其实真的挺漂亮的 而另一套就是 朱比特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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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奇引开了 暂时可以不用看的 他们的意见是 不要浪费时间 那我就问 那会不会有第二季 那他说 其实是会出第二季的 那会出第二季 又叫我不要看第一季 那就是我不用看第二季 我不会看啦 因为很颓 就是这样 今集没有内容 就是这样 拜拜 有一套我们都会追 叫做Superman and Lois 那今个星期 就上了 你看到他之前做到第五集 就停播了 那今个星期 就终于復播了 那他復播了 Supergirl就停播了 但是我完全不在意 Supergirl做什么 我只在意 Superman做什么 差不多 其实都是这几套 叫做 我自己厚着的心水 那你还没有其他剧 我不知道 你自己喜欢在留言 留下 有什么想看的那些 有一套我都可以的 有一套是韩剧 又是Netflix上了 叫做遗物整理师 那这套我也有兴趣的 但是都是那句 我还未脱离到剧 所以我是 我还未有心目开 好了 然后我就闹一下 闹一下Force电视台 先说一会 哇尿匪好腿 啊啊啊啊哦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怎样說啊 神 вося啊 Prime 话说我今个星期 就知道了一个消息 就是 Force电视台 就 cancel了unter Blotp инструментuin 其實是一套我为hrina的美剧作品 而我是友爱的 打算是可以長追、長有的劇集 而且現在很少的 那些是犯罪單元劇 其實現在真的被掩蓋了 Foss就被掩蓋了 現在做了第二季 故事也算是很期待的 但是當他說解禁後 我就已經沒有了 我打算等齊一次看 反正也斷尾 看他的樣子 當然Foss電視台有一個稱號 叫做 什麼劇集都很卡的電視台 叫做仆街電視台 基本上當時 Fordigal Sun 做第一季 我已經立了死亡 flag 我說這個台是Foss電視台 看拍的命都不長 誰知道他真是命都不長 其實是Foss仆街 真的是Foss仆街 屌你老尾 每個人都知道 只要你有看過這部劇 其實這部劇是好看的 屌你個街 Foss電視台是高質劇殺手 屌你老尾 然後他永遠的藉口 都會說收視不好 屌你老尾 收視不好是你造成的 套劇好看 怎麼會收視不好 你自己想想 因為我自己看 Prodigal Sun 我自己都看得聞 人家Foss電視台 他很厲害 他有什麼毛病 第一 他不會告訴你 套劇有多少集 你找不到資料 正常來說 我都會想看 一季大概有多少集 我可以預時間慢慢播 我都會知道 故事大概會怎樣寫 他什麼都不知道 懶神秘的 一套單元劇 你裝什麼神秘 你猜做Mr. Robot 然後 例如他一季24集 當然我看的時候 不會知道 一季有24集 然後他跟我做7集 就停一個月 再做3集 又再停一個月 再做4集 又停一個月 我屌你啦 一季我看一年半 怎麼看啊 我覺得很好看 我都瘋了 我都不想追 是不是瘋了 然後你罵別人 我收市不好了 我咳了 屌你老尾 是不是瘋了我上心口 神經病 人家PRODIGALSUNER 第一季的時候 我查過 收市是高的 為什麼第二季 會吃屎吃到 你自己檢討一下 扑你那街 我看的數據 他在Force電視台 總之他是同時段 收市冠軍 其實他的故事不是真的下降得很厲害 但我也感覺到第二季 其實我不是很想追 因為他又是做那些混蛋 做4、5集跟我停播 做多3集又停播 我屌你老尾啦 當然沒有人看 還要宣傳又不夠 真的宣傳不夠 屌你老尾 完全不知道怎麼做 唉 很生氣 然後他經常在Force 以前我還追求他的劇 他是靠什麼呢 他靠一兩套黃金劇 你知道他死都續下去 譬如 House House好像是去的 House MD 然後他做了10季 他就是靠續那些 然後剪掉其他有質素的 屌你老尾 好能漏 記得我之前說過 有一套很可惜的 被人剪掉的劇 叫Forever 又是Force 同樣原來 Deschedule調來調去 接著播放在非黃金時段 屌你老尾 我本身如果是粉絲 我看你調來調去 我都不想看 接著我收視差 我剪掉了 屌你老尾 今天我就覺得 他們有心針對 我不想你這套劇播 就刻意調來調去 屌你老尾 收視差 撿啦 即是那些 屌你老尾 Forever 其實你是不是真的拍劇 你好像不想做 其實你是不是花錢 屌你老尾 我剪掉了 我開過一套新劇好像可以花多點黑錢 屌你老尾 完全是這樣 你有心做不行的 有心做人好看 我這套劇有錢賺的 我花不到錢 我現在完全是這樣 我是不是發現了 Forever 電視台真正的營運目的 屌你老尾 生氣到哭 神經病 我先說了這麼多 真的生氣 我現在不知道會不會被其他電視台救得回 因為其實這套劇真的挺好看的 我都不太碎到我這個台的人看 我未來的聽眾都不太好看這套劇 但我自己還可以喜歡的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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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了 我好慘的 整天 播的劇都被人剪掉 我喜歡的都被人剪掉 屌你老尾 然後人家那些 人家那些 其實你大眾喜歡的 就算拍得OK 垃圾 都有市場可以做 為什麼我那些 明明你不小心 一季再寫差一點就被人剪掉 給多些機會 他行不行 搞到我經常要看 私下的垃圾劇 因為私下的垃圾劇 他不會cancel 屌你老尾 你猜我照片看完垃圾嗎 不可能是 是我看的 我喜歡的 你給我剪掉 我有什麼好看 搞到要看韓劇 摸你那個街 我覺得這集很放飛 這幾集都很放飛 神經病 完全是freestyle 亂來的 我最近很頹目 都沒什麼看 看貓師 我都沒什麼好看 然後看ERROR ERROR 自肥企劃 每集都有罪 ERROR 粗屁 低俗不雅 其實我發現現在的文化是這樣的 年輕人 你猜你真的看電視 看Youtube 那些不雅的東西 更多 現在根本只是把那些 真是人家看的文化 搬回電視機 然後就會有一群道德人 不可以啦 那些什麼面戚不雅 做人在這裡 什麼都彈來彈去 才是面戚不雅 其實這個社會已經很黑暗 很狠恐怖的啦 你給人笑一下 能不能啊 屌你老闆 一樣又說不雅 那樣又說不雅 好狠慘啊 你覺得不雅 你就不要給小朋友看 我純粹覺得真的 所謂的什麼意識不雅 低俗那些 純粹是你不要給小朋友看 因為他們真的未定性 會影響到他們 所以我覺得小朋友是不應該看電視的 然後其餘那些 那你就給我們 給我們 給我們這些這麼壓力的大人 找些東西放鬆一下 屌你 人家做得放些你 又彈你想怎樣 就是那些 很無聊 10分鐘後 好嫩喔 今集 真的嫩到哭 我看看有多少人看 我真的看有多少人看 然後我跟大家統計一下 我們今集 subscriberdick的數字 都是我那句 其實我的節目 一向都很試正的 是這幾個星期 癡癡的 原因是我中了劇毒 我中了一套叫做 韓劇Mouse Quite Time的劇毒 我是看得 我看得沒有心情做任何事 屌你老闆 話說 剛出了一個韓國的百想藝術大相 出了一個今年2021年的結果 其實是頒獎禮 是姓氏 以及應秀性是高的 為什麼呢 因為平時我們看的 年尾的演技大相 其實是電視台自己為了辦的 其實就是豬肉獎 你想想 萬千聲輝 何叉 有什麼好看呢 沒有應秀性 有什麼好看呢 那你就知道 這套劇我講過了 我覺得 真的不用太誇張 我看了四集都不知道要說什麼 有什麼好看呢 有什麼好看呢 男主角就是怪物的新河軍 拿了 其實還可以的 也是交足氣的 只不過最佳編劇我真的覺得有一點 嗯 其實故事還可以的 大廊還可以的 但是 我想說真的悶了 是悶的 我看不到 即是提名名單 其實幾套我都沒有看過 例如有金秀賢 雖然是真神病 但是沒有關係 然後有李準基 邪惡之花 有一套The Penthouse的男主角 還有送中基 其實幾個我看好的是李準基 其實邪惡之花做得不錯 我也覺得新河軍是做得好一點 雖然我看了四集 但是頭和尾其實是有點反轉的 其實我錯過了中間那一段 我又不知道 其實他的演技是不是大爆發了 我不知道 是頭我會投李準基 邪惡之花也有些扭竅 頭和尾都是扭一扭的 但是 那些角色是難做的 然後到女主角不說了 女主角是Penhouse 2的 呂佩閣 呂佩閣是驅魔棉館的 阿嬸 然後有男生人 男生人獎 就是回到18歲的男主角 李導演 我覺得他在那套劇做得不錯 本來那套劇 我當時也有追海 也覺得不差 到時我覺得最後就是大筆 是Fucking Hell Fucking Boring 背到18歲最後那一集 Fucking Fucking Boring 毀了整套劇 屌尾 前面那些都是普通輕鬆 愛情感動 有哭的 說一些生活日常 我挺喜歡的 回到最後那一集 Fucking Hell 還有男配角 這下我就真的興奮了 男配角最後獲獎的 雖然是精神病 但是沒有關係的智障哥哥 他做得很好 但我有件事很噁心 就是我看到 原來提名名單是有Mouse 就是那個警察 原來那個男二其實是男配角 我現在才知道 還有很好奇的 那件事是 屌你這部劇都未做完 為何會有提名的呢 屌你那街 這部劇還未能做完 這部劇在中間 然後你拿了提名 但是那是怎樣 我不明白 其實它是計算今年2021年 我下年 Mouse是不會有提名 我現在的意思是 Mouse這部劇 是否入不了 那些所謂最佳電視劇 最佳編劇 最佳男主角 是否他放了今年名單 然後入不了 我屌你這部劇都未做完 為何你不放下年名單 屌你老美 怪物和貓碎比 我一定是選貓碎 屌你老美 哪有可能 還有最佳男主角 哪有可能沒有李星姬 屌你老美 如果你真的怪物 你看到後來 我真的不知道他何時停止名單 現在停止的話 李星姬一定入到位 屌你老美 那個角色怎會入不了 屌你老美 這個故事怎會入不了 屌你老美 現在即是怎樣 下星期是否沒有Mouse 屌你老美 電視台屌你老美 早了他報名 接著就沒有了 屌你老美 屌你老美 好噁好題 Mouse 屌你老美 好噁真 這些死人官方決定 我真的不知道 下一屆是否真的沒有Mouse 吐氣都未做完 報什麼名 屌你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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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加到八相藝術大聲 我生氣 我幾個心碎都沒有入 屌你老美 然後我再罵Mouse 我罵Mouse 屌你老美 還未做完 屌你老美 我現在看到第十九集 追得過的 我基本上都覺得追得過的 還有一集 看樣子都不會難 我覺得去到尾 尾 其實我不記得一層 如果我記得一層 我早就記得一層 因為它的特色是 它會不斷循環 我之前提及過 Mouse的編劇 是寫過另一套行劇作品 叫做Black Cup 故事 其實這個模式很相似 模式和風格都很相似 就是不斷循環 然後慢慢轉細節 轉得很厲害 我覺得Mouse寫得好一點 主題好一點 而Mouse 基本上 他最到後來 現在都一直不斷 溜心 然後那些角色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 角色是 其實我不太在乎 那個角色是做什麼的 但他又照溜 這個角色我都不太在乎 但他又照溜 其實會有一點分散的重心 例如你看 你會很好奇 其實他寫得很好 那些角色 你會很好奇 那兩個男主角的線 會怎樣放進去 但他很多時候會插左插右 然後再插多幾個角色 有沒有影響 我覺得影響不算很大 但我覺得如果你 skip了 我會看得舒服很多 和順很多 因為我現在懷疑 而為什麼我中劇 就這麼不懷疑 就是因為你不斷折折折 不讓我看下去 吵你腦 卡住卡住的那一刻 但我覺得這件事 又是編劇特意弄出來的 就是被迫著 讓你很懷疑 辛苦地看完這部劇 證明我可以吸引你 但我又卡住你 是不是很懷疑 我就是那種感覺 他說你真的對他 又愛又恨 很懷疑 草齊二十集 一次的追蹤更好 假設你還沒看 或者你在看 其實很confused 因為這部劇 有很多特別版 番外編 還有一個導演版 這星期出了一個導演版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究竟有多少個版本 因為如果你之後想看 看邪道的話 當然我是看正道 我絕對不會做一些犯法 如果你看邪道的話 你小心幾個不同的版本 都會有些雜數亂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中間有些範圍 偏特別偏特輯 其實他們都弄到亂了 自己看的時候 你留意會不會是弄亂了一些雜數 首先它是很正常的 整套劇是二十集 一至二十集 做下去應該沒什麼問題 第一集做到第十五集 完結了第十五集之後 其實它有兩集番外編 那兩集番外編 視乎某些渠道 有些會接著下去 有些會抽出那兩集番外編 放另一個名字給它 那兩集番外編 就叫做報食者 它是重新說回故事 但用另外某一個角色的視點去說 就是在報食者的視點 說回事件是怎樣發生的 那兩集報食者 番外編完結後 就會做十六十七集 就十六十七集 做完之後 今個禮拜就有這個導演版 很複雜 導演版是什麼呢 導演版就是兩個小時的 將第一集到第十七集 發生過的情節 是淪縮至兩個小時 其實你當作是一個燭食版本 而導演版很有趣 它又好像Sat Snyder Cut 它會分出不同章節 它會說 這個叫起源篇 這個叫熟墜篇 這個叫告白篇 它真的這樣分出 將十七集抽出來 我不想看 或者我看到中間很亂 我是不是可以就這樣看 導演版就燭食了 它純粹是跟你重溫劇情 反而那兩集番外編 就真的別看 因為其實是連到六個主線故事圖 還有後來的主線故事 其實是有一點點東西 會引用番外編發生的事情 因為其實整個故事去看 它由頭到尾 如果真是順時序拍 其實這部劇 我想十集都完成了 因為譬如我現在看每集 我都發現它是差不多六成 其實是做回以前的照片 然後四成才加回新的照片 所以有時可能有些人看 會覺得很沉 我那時看黑色 都是覺得這樣 嘩!不停地拍攝 但是我自己認為 我是看得上心悅目的 因為它是每個星期去看的 每個星期去看 其實你重新看一次是可以的 而且它是讓你感受的 你不停地重新 然後有些新的資訊 到後來當它爆竅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感覺 其實我一向看電影 我看得很快 我會覺得現在真的卡住 我真的卡住了 我真的卡住了 你快點也要下一集 我現在就看到18、19集 我略嫌是太多角色的支線 說太多 集中如果真的說兩個男主角 很快就能清晰16集 整部劇 它現在真的假裝十幾十個角色 每個角色都慢慢 很仔細地跟你說 都沒有影響我對這部劇的觀感 都是神神的 都是神的 我真心希望不會最後一集男 例如我只看 我看了第18、19集 我還有東西要猜 會不會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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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騙你太多 我覺得整部劇的看來 都是上心穴目 我覺得是良言 現在寫一個大橋 寫到有些少許 豬牛角尖 不需要那麼多 命運作弄 很巧合 就是有少許狗血 就是要刻意做到那種 命運玩弄的效果 我覺得有少許多餘 又開始了 又開始滑蛇添足的東西 我說過的編劇 很喜歡滑蛇添足的 開始有少許 但是 它的處理手法都比 Black 更好 雖然我現在說得太早 因為我記得 Black 也是最後一集 尾了 我剛才說的韓劇 我剩下很多韓劇 都是最後一集尾了 譬如剛才回到18歲已經是 嘩 尾了到可惡 黑暗示者 又是 還有同一個編劇 和Mouse 很害怕 很害怕 我不知道Mouse最後一集會怎樣 現在等下個星期 看看何時才 真是瘋狂 我不管 我最後贊還是彈 也好 但我都贊了十多集 怎樣都值得看 最後那集尾了的話 我當今集完 不是怎樣 不如開個賭盤吧 我覺得今集很頹 我發現我開得越頹 的節目越長 不知為何 開個賭盤吧 究竟Mouse最後一集會不會懶 是我的觀金為主 但我很誠實 我覺得懶就是懶 不懶就是懶 我自己 我覺得應該是 我接受到的結局 不會反抬的結局 Finger Cross 下集解密 下集應該 劇讀解了之後 個人應該會好些 節目的狀態應該會好些 希望 十分鐘夠了 其實十分鐘夠了 十分鐘夠了 唉 拜拜 Apply She looks tremendous 有面堆 我看 她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